近日,在美国旧金山一大群人聚集在当地的唐人街 店主试图阻止他们闯进店内 但是,某动物保护组织的成员应是闯进存放家禽的店内 然后将这些母鸡放生出来 活动者说,将贩卖活家禽视为合法是完全错误的 店主叫来了警察 然而这群组织的人依旧坚持这些家禽应该获得自由 警方以非法入侵罪逮捕了肖恩 唐人街的一些人告诉记者,他们不赞成活动者的做法 毕竟肌肉是很多人的食物 欧浪新闻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 Chat 订 있죠 这是аний Court 有一个仪呢 成